民眾不會氣吻奏降 一早到投票所要趕緊投票 今天天氣比較冷 等一下應該大家都會出來投 18號公投日登場 受到天氣寒冷影響 首波投票人潮看似不多 擁有342萬票的全台最大票倉 新北市位於板橋的最大投開票所 到上午10點才陸續出現排隊人籠 而在板橋國小也出現一些 零星小插曲 而在台北曾經塞爆的福林國小流程 也出現爭議 一名富人領票時 選務人員多發了一張票 全票學才被發現 多發的票雖然被回收 但選務人員卻要民眾留下個資 讓他擔心被插水錶 而根據中選會統計 這回公投投票權人數高達 1982萬多人 全台設置17000多個投開票所 至於要通過公投案 過關門檻同意票必須達到 4956367張 且多於不同意票數 中選會也預估 會在晚上10點前開完票 而目前各地狹區警方 也持續在投票所助手 要嚴防任何亂象發生 確保公投能順利結束 就做好不好 中途平均 出雲集まり 全國五軍 在網上選擇 、 working, 、運動人員 都會議 遇到 雲集まり 機 , answered 他們 不會 有 去 的